下午3点42分 欢迎您去锁定中天新闻 立刻来聚焦 今年入冬以来呢 第一波寒流让中南部气温走降 现在惊传有7位老人已经猝死了 目前最新我们立刻连线杨立芬告诉大家 立芬请说 好的中南部的温差非常的大 从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的凌晨 这个温差已经高达了10度以上 因此呢在台南地区这边 从25号到28号四天内呢 就有6个老人 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太大 疑似心血管疾病发作而猝死 那么年纪最大是82岁 最亲的大概是46岁 都是死于心肌梗塞 那么从夏天进入到秋天到冬天 这个中南部的天气变化都非常的大 像这个昨天在白天的时候呢 台南还有25.7度 但是到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在台南的空旷地区呢 只剩下15.9度而已 另外在嘉义呢也是 有一位老人哦 因为呢这个温度过低哦 只有到15度而已 因此呢也是疑似心肌梗塞 在火车站的卧车室里面哦 不幸死亡 那么根据气象局的预报 后天起呢 这个东北季风会比较弱 各地的气温呢会回升 但是呢温差还是很大 白天有可能到30度 而这个冷却辐射效应还是很明显哦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温差呢会达到11度 所以呢民众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 那么就是我们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 再把镜头交给棚内主播 好真的要做好保暖工作 因为呢中南部温差有10度这么多 也有人已经猝死哦 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准备 稍稍把这个保暖的时间 质用这个保暖的时候